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餐桌上都少不了一种食物 润饼 薄薄的面皮包裹多种石令原料 和北方的春饼同根同源 《荆楚碎石记》记载 魏晋南北朝时有吃春盘及五心盘的传统 唐宋以来 泉州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带动了当地的繁荣 中原的春饼随之传入闽南地区 成为润饼的前身 富国中在泉州西街经营一家铺子 以卖润饼皮为主业 润饼皮的口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润饼的质量 西街是泉州老街 富国中这家润饼店铺面是父亲盘的 手艺是爷爷传的 算下来 富家摊饼的手艺也该有一百年了 乍看之下 富国中做饼皮的步骤并没有什么过人之处 但秘诀的确存在 第一步 活面 第二步 摊饼 这是富国中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父亲传下来的七口铸铁平底锅镇守殿钟 富国中得靠手掌去感受锅底是否受热均匀 只有保持适当的热度 烙制的饼皮才能不粘锅 不烙焦 一摊 一摊 就这两个简单的动作 富国中做了整整四十年 一摊 面皮分摊均匀 一摊 面皮和面团分离又不会破洞 重复了四十年 让他右手手臂比左手手臂足足粗了四厘米 为了运工方便 富国中一年四季摊饼时 只穿短袖或背心 近几年 西街改造成了旅游区 本来只卖面皮的店铺增加了一项新业务 售卖润饼 让外地游客也尝尝泉州的春味 作为古代农业生产的重要节气 清明吃润饼的原因之一就是实力 润饼馅可以有很多种搭配 其中胡萝卜 海苔 海粒必不可少 清明前这段时间 这三种原料最为肥美 过了时节鲜味难熏 炒制过程按部就班 海粒煎 五花肉 胡萝卜 扁豆等原料各自炒熟 最后再一起翻炒 润饼馅就成型了 女儿傅锦娜负责完成最后一步卷饼的工作 傅锦娜现在主要还是给老爹打下手 但通过新支付手段得来的饼皮钱 都进了这位未来掌柜的口袋 全州是桥乡 每年清明回来祭祖的海外游子 许多都要到他这儿来买润饼皮 尝尝家乡味 也借着这些清淡的传统食物 怀思仙人 附加摊饼的手艺 也随着清明吃润饼的习俗 代代相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